同学你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老师曾国君,欢迎来到收益管理课程,本节课主要与你一起来了解收益管理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收益管理。 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房价,同一班飞机的相同餐位有不同的售价,机票有时候便宜的让人惊讶,甚至低过它的运营成本,有时候我们预定了机票,到了机场却发现没有座位,这些现象作为旅客我们经常能发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都是收益管理要讨论的问题。 收益管理是基于定价的战略性活动,也可以说收益管理是一项收益最大化的技术,它通过把可得到的客户能力,以优化的价格预先安排给事先划分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来提高净收益。 这里我们提到了生产能力,优化价格,顾客类型等等方面,这些都是收益管理所涉及到的要素。 收益管理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挖掘和分析顾客行为数据为基础,建立精准营销流程,形成从数据的自动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到优化决策和实施,并进行动态监测和事后评估的闭环流程。 收益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盈利能力,并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从字面意义上看,收益管理的Revenue Management事实上讨论的是收入管理,而不是利润管理。 对收益管理的定义意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判断,有研究者从经济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 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 也有研究者从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性质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意识性的资产管理。 他们认为,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服务产品的价值随着时间呈递减趋势。 也有研究者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了营销学理论,提出了4R理论。 也就是说,收益管理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顾客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以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从收益管理的定义上看,收益管理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层面是从操作层面,也就是说预定控制层面展开的。 收益管理对于哪个预定请求应该被接受,哪个预定请求应该被拒绝进行决策。 预定控制层面的收益管理是一种实时的收益管理。 第二层面是战术层面的收益管理。 它针对每一细分市场允许多少特定产品以特定的价格销售。 我们每天或者每周都要做这种战术层面的收益管理决策。 而战略层面的收益管理主要是识别顾客细分,建立针对各个细分市场的产品和价格体系。 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市场来进行产品和价格定位。 战略层面的收益管理决策是每季度或者是每年度展开的。 事实上,此前我们已经提到了收益管理的五个合适。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合适的渠道、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产品、合适的顾客以及合适的价格。 首先看合适的渠道。 我们有在线渠道、有线下渠道、有传统的政府关系渠道、旅行社渠道、散客渠道。 这些渠道都会影响着我们的价格决策。 合适的时间就是指我们在进行收益管理的时候要对价格的时间点进行决策。 我们要对产品和产品组合进行决策。 这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合适的产品或者合适的产品组合。 合适的客人。 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客户管理、进行收益管理的时候要对客人进行筛选。 要对顾客群体进行分组。 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体给予不同的价格。 当然价格是收益管理最为重要的因素。 也是最终的决策要素。 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客人、甚至不同的渠道,我们要给出不同的价格。 收益管理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客人来综合做出价格决策。 最终达到一个价格和销售量的优化组合过程。 收益管理以收益为中心。 这里其实是以收入为中心。 主要是关注销售量和价格的动态平衡关系。 在这张图里面,收益管理概念周边形成了三个关联的概念。 它们分别是销量、价格和成本。 那么可以看到成本的圆圈是最小的,是我们考虑最少的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收益管理所涉及到的都是服务性行业。 它们固定投资较高,变动的运营成本相对比较低。 固定成本往往是一种沉没成本,而变动成本又比较低。 所以我们往往忽略对成本的考量。 我们讨论销量、收入和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近视讨论收益与价格的变化关系。 在平衡供求关系时,我们主要去考量价格而不是成本。 也就是说服务业首先应该考虑用价格来调节供需平衡。 用市场导向定价方法来代替成本或者利润导向定价方法。 我们说传论的方法主要是以成本或利润来导向定价的。 比方说总成本加成定价法、目标收益定价法、边际成本定价法、盈亏平衡定价法,应该考虑市场需求和竞争因素来实现动态定价。 在客源市场方面,我们定价要面向客源细分市场,而不是单一的大众市场。 这也是我们说价格、成本和销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是重中之重。 我们也要来看一看收益管理是不是价格歧视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 收益管理是一种典型的价格歧视策略。 我们说从一级价格歧视的视角,也就是说一种完全的价格歧视。 我们可以看到收益管理面向每一位客人可能单独定价。 我们现在很多的电商销售渠道是有这样一种一级价格歧视的。 它会根据你的货源的情况,你的订单的情况,你以往支付的方式来给你单独制定一个价格。 第二级价格歧视就是数量歧视。 很显然在酒店、航空公司、餐厅里面会存在着这种数量歧视。 我们批量去购买机票、批发酒店的客房,很显然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价格折扣。 第三是三级价格歧视,也就是根据消费者细分市场而非产品来定价。 很显然我们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三级价格歧视的。 总而言之,三级价格歧视和二级价格歧视在酒店、餐厅、航空公司等行业上面体现的比较明显,而一级价格歧视存在于这些行业,但是表现并不显著。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收益管理就是价格与销量的关系,我们要保留部分产品或者服务,在适当的时机卖给最有价值的顾客,这就是收益管理。 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面有不同的价格,会根据不同时点销售不同的价格,这也是收益管理。 在酒店、航空公司的移民过程中,在合适的时候,在供应有限、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实现超额预定。 通过超额预定来补充那些迟到或者不到的顾客,这也是收益管理。 总而言之,收益管理就是价格与销量的关系,理解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以及二者对收益的影响,成为理解收益管理的关键所在。 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